我现在29岁,我才给这200万了 你就要给300多了 我心里会很不平衡啊 我心里很不平衡 所以我现在很不爽这间 insurance 公司这样子的那个做法 因为我是消费者 所以我有权利 我不爽我就可以换啊 哈啰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会跟大家讲一讲 有关于保险 最近很多人收到强迫性加钱的这个课题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收到 他也是收到 但是呢 我是可以就是选择不用 但是我的保险是已经很多年的 我应该要加钱才可以 但是呢 他只是保了两三年而已 但是呢就是 需要强迫性的加钱 而且加不只是几十块 而是加了差不多50多% 55 55 就200多块变成300多块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课题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收到那个 保险要加钱的课题 所以我就来问你 做保险他要加钱的 保险要加钱 其实 其实没有一个保险 它是一定哦 到你99岁到你老死哦 是一样的 它有两个很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因为那个保险它其实是一个 Pool of Fund 是不是 它的concept就是 每个人放一点点钱进去 一点点钱进去 然后里面就有很大的那个 Fund 对 这样有人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Claim 他就会拿出来Claim claim claim 这样子 钱不能Claim claim claim 但是进来的人 给这一样的钱 但是他Claim出去的钱很多 那个 Fund是不是要加小 对 这样他加一加小的时候 就不够钱了嘛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一定要叫大家 诶你们很多人Claim嘛 这样那个保费要加多一点了 不然的话这个 Fund Sustain不到 所以他就会叫你 大家一起加一点 Fund 大家加 可是我都没有Claim 虽然你没有Claim 但是 Insurance 他的那个做法呢 他是看大数据的吧 OK 他不是看你本人有没有在Claim的 他也要赚钱 大家也要赚钱 所以他是看如果那个Pool不够的话 就就你没有Claim 他就讲啊 你这次没有Claim 可能你以后可能会Claim嘛 是不是 你就抱着这样子的心态 最近很多人生病 所以好去Claim 有可能啦 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讲啦 这个是看那个公司 就不同Insurance公司 可能他Claim的那个数量不一样嘛 所以有时候哪一个公司 他会突然间涨价比较多 可能他那时候就比较多Claim 之类的问题啦 这样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那个MEDICAL FEE它上去 MEDICAL FEE呢 这个保险公司也做不到什么 这个是那个MEDICAL INDUSTRY一起起的 Inflation 对 Inflation 就是Inflation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吃的东西有Inflation 你的MEDICAL BILL 全部都有Inflation的 你去看医生啊 他会慢慢涨价 然后那些EQUIPMENT啊 他开刀需要的那些东西啊 全部都会increase 大概一个10% 一两年这样子的 哇 这样很多一下 所以他是很多的 其实 所以他们 Inflation company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MEDICAL BILL一直在上 他们不可能给你要这一样的钱嘛 这样他就不够去cover了嘛 这样他就要bank up收到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就要起大家的那个 这样我看他 他很像跟你讲加钱的时候 他会说 来 你要不要现在加 你可以选择不要的 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东西 它的那个keyword是 Sustainability 你会看到他每次会叫你加饭 他会跟你讲 因为你不能sustain sustain这个东西就是 他讲你里面上的钱 就是你的premium 还有你里面的cash value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讲 单单investment link 他是跟你讲 你的那个钱在里面 可能因为他本来一开始 他quote你那个 他是跟你讲 保你到99岁 这个价钱 但是过后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起起起起了嘛 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 所以他就跟你讲 哎呦 不好意思哦 现在MEDICAL BILL全部起哦 我sustain不到 我坚持不到这个价钱给你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如果你不要价钱的话 你的这个 他可能就不会到99岁了 可能他只能sustain你到80岁 这样子 是这样的 他不是讲不保 你知道吗 他是讲你里面的那个钱 可能会不够cover你的 这样我之后等他不够 我在家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玩法的 是看你的insurance agent 会不会做 然后你那个insurance 公司要不要给你这样子做 将近他 怎样才会是compulsory的 什么时候compulsory啊 两个情况哦 第一个情况就是 你的insurance company 死死年也叫你起哦 就是他已经跟你讲 是manitory了 我们在六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 我们就会起你这个价钱 因为我们要帮你sustain 这个就第一个咯 第二个的话 看whether我们要不要加 其实是看我们的表的 你可以看 我们的insurance fund 就是每个月我们给200块 是不是 你看这个表比较容易 好像我们每个月我们给premium 给200块是不是 200块他不是只要200块去买 全部你的insurance 他200块他会分percentage的 这个percentage是跟着你的table 你会收到一个table的 那table会跟你讲平常啦 anomally 他是分60-40 for first few years的 他40%是去一个叫做unallocated fund 然后那个unallocated fund 他是做什么呢 他那个钱就是 一般是 给agent啊 agent 就是你agent 前六年 对他前六年都有commission的嘛 那commission一定是从你这边来的咯 所以是你在出钱给你agent 你知道吗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insurance company 会收那个钱咯 他就会跟你讲 啊 这个是我的fee来的啦 ok 然后你的unallocated fund 就是你的60% 你剩下那60%咯 才是真正他拿来买insurance 还有买来帮你投资的 但是不是everything啦 他会先拿这个60% 去买他的那个investment fund 买了那个investment fund 他就会变成一个东西 叫做cash value咯 你就会看到你有一个cash value 一个东西在那边 cash value他就会从这个cash value 拿那些钱去买你的insurance product咯 你的医药卡 你的live啊这些 这样你要怎么样看那个价钱 或者够不够咯 你就去看你的table 还要卖你的手 他会给你一个quotation 还是你去看回你的policy啊 他会有一面咯 他是会有一个表格这样子的 有ABC这样子写的 他就会写到咯 你在这一边你会看到 平常是在platform A 是多少premium你给了 然后B的话他就会跟你讲咯 做allocated fund咯 就是刚刚我讲的 他拿多少percent去做这个allocated fund 然后过后呢 这个insurance charges呢 他就会写在这一边 insurance charges咯 就是他用来买那个insurance多少钱 好像你的live啊保单啊 你的那个医药卡啊 你多加的什么critical illness这些啊 会出现在这个表格 他每一年会慢慢上慢慢上的 因为很正常嘛 你的risk会越来越高嘛 他就会慢慢上慢慢上咯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表格 那你就会写 就会上多少钱 然后other charges咯 通常other charges 就是他的insurance fee咯 就是insurance company 给你收的那个价钱 总之呢你看这个C这一边 C加D呢 这个加起来呢 就是你拿83再加994再加96的话呢 他就是1173块嘛 然后我allocated的funding只有1224 是所以呢1224剪掉我所有的那个chargers 他只剩下一个51块罢了 不够cover啊 他还够cover 因为还是有多一个51块 然后这51块就会放进去investment那一边咯 就会继续钱滚钱这样子咯 然后他就会继续invest 所以你every year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structure 但是可能就是他 医药费起了 然后他的这个C这一边的unit 他的那个价钱啊 就会起 你的medical单单买你的医药卡 那你他就会起那个价钱 呀 所以起了这个价钱呢 你就要算哦 whether他起了那个价钱 再加刚刚我讲的这个C的东西 在加D 就是other charges的话 会不会超过你所放进去的钱 就是他allocated funds 如果他已经太靠近的话呢 还是他超过的话 意思说他很难会继续sustain下去要的 因为他不够cover到你99岁 所以如果你看我跟他compare的话 你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就是很像我差不多在第6年的时候 我的那个全部钱都会去到 那个allocated的那个premium 但是他的这边 他去到十多年的时候 全部的premium 才会去到那个allocated fund 所以他后面的就是第6年 第7年到第10年 他都是会给一个5%的那个processing fee的 所以大家在买那个保险的时候 就要看一下就是你的那个premium 到底多少钱去到unallocated 就是给那个agent的钱 还包括给那个 insurrent工师的那个费用来的 OK 所以你看我的明显比他好 然后因为可能我的是比较早买 可能当时候的那个policy 会比较优惠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第7年就是没有给那个allocated 放了 所以就是说 我有更多的钱去到allocated的这个premium 所以呢 我就更容易可以cover到 这些insurrent的那些premium的那些钱 可以sustain比较久 它可以sustain比较久 所以当你被要求那个加钱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看一下就是 到底你要坚持多几年 会比较好呢 还是要换plan比较好 因为当你一换plan的时候 你的allocated的那个premium 又会变成40%,60%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要很注意看的那个地方 然后so far 我的是还蛮有那个空间 可以让那个医药费去加 去cover 对对对 你的cash value 还是足够去cover你现在的那个保单 这样这个investment的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会很好奇 就是那个insurrent的investment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 很像这样的一个performance 就是它那时候 animate 跟现在我已经买了 25多的时候买嘛 到现在我29、30了 这样有没有真的达到这个水准 这个水准的话呢 我昨天是帮你看了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cash value这一点 ok 我昨天帮你cash一下 现在呢 up to yesterday的date的话 你里面的cash value留着 4236.56 你看一下我这一边有放了 你这一边 所以还少哦 所以比那个它low point的还要少啦 就是它的recon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你买insurrent的时候 那个投资的性质 其实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的past performance reallife的past performance 而不是他们的projection的 因为projection都是很乐观的嘛 so yeah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past performance 然后再决定 whether你就是要用insurrent 来算你的投资 我觉得通常都不会去到那个高点的 因为 他们的past performance是有去过啦 但是就是investment来的嘛 所以很难讲的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很像我的 我是可以要求就是不要加线 我等到它compulsory 我才加了 因为我还有很多的那个空间嘛 然后有些时候 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可能那个agent就会跟你讲 你可以换这个新的plan 但其实不一定是更加好 因为我的agent也是跟我讲换一个新的plan 新的plan 我的那个allocate的plan 就会变成 变回60% 可是我坚持多几年 它就变成0%了 就代表说 我的那个allocate的plan 就会更多 可以继续更加的Ju 所以不能够随随便便 听那个agent 讲什么就去做啦 你也可以请你的agent 去帮你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看怎样是对你有利 因为你的agent 应该也会帮助你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 你当时你签的那个plan whether你觉得是 或不 就是有时候 可能我看了你的旧的plan 比起现在新的plan 我觉得你的旧的plan 它的那个benefit 比新的还要好 就是它给的有一些benefit 可能新的保单没有 所以如果你割掉这个 你拿新的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benefit了 就它可能有extra benefit 可能它多给你几千块啊 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 割旧的拿新的是好的 但是有一些情况 可能你刚好买到的那个保单 在当年的时候 算是不是很好一个保单 所以你就想说 诶这个新的 那个给的东西比较好 你就可以 这样子 个的时候还是要看它的 那个allocator fund 能不能sustain 就是它的那个gap 就是多不多多了 所以现在你的状况是 你一定要起了吗 怎么你会打算换行的那个plan 嗯 因为我过后发现它 其实sustain 我到30岁罢了 30-31岁 就是这个保单呢 可能它的那个 费用吃到很多 在那个allocator fund 所以我allocator fund 那里没有这样多钱 所以我的cash ready 就没有这样多 然后我看了 他们的performance for那个investment 我觉得也不是 很好的那个performance啦 但是我是本身很喜欢 它现在的那个medical的plan的 所以我的方案呢 我会跟我的insurance agent 可能讲一下 就是把它减低 我这个的那个life那一边 然后就是try to 保存我的medical的那个part 然后用其他的insurance 去买其他的insurance 是拿来把我的life 跟我的critical illness的 可能就是分成两个这样子 当你换的时候 你也要看一下自己的那个project 因为如果你现在 强制性增加 就是多一个55% 就是变成250 变成300多了嘛 对吗 所以就是很高 而且你才26岁罢了 我现在29岁 我才给这200 你就要给300多了 我心里会很不平衡啊 所以我就很不爽啊 所以我就想要这一点 然后再compare这些的话 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平衡 所以我现在很不爽 这间insurance公司 这样子的那个做法 虽然我理解 我明白它为什么需要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很不爽啊 所以因为我是消费者 所以我有权力 我不爽我就可以换啊 可能你加了之后 可能你30多 所以它又在跟你加的位置 到时候你就会变成400多500了 对所以就需要做一个方案 没有 我的应该 我estimate 我差不多30多岁了 才要几多一次 可能才到最多也到300 所以我40多岁的时候 可能也变成来400 然后我完全可以接受啦 along the way 如果你按照你目前的部分的话 可以预计到你之后 你30多岁的时候变成400 然后40多岁的时候变成500多600 然后60岁了七八百 我知道我的价格就是 明明我比它还要轻开 还要年轻 为什么我的保单比较贵呢 很有可能 之后你的那个保费 会比我妈妈 我妈了60岁 我才帮她买 她每个月我要帮她给500块 可能你之后就是变成700 当然这个也是考虑到 那个inflation是很正常的 不过你可能就是 感觉自己很像没有那个油市 所以可能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她会考虑换那个保单 所以我还在考虑着 然后还在看着 我要怎么样去调和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调和啦 第一可能就是 我给它一次性的一个 Premium 这样子 就是我直接 叫top up 这个字 我直接丢一个1千块放进去 那个Cash value 那一点 这样可能她就用这个去投资的话 可能她会抽好的话 这样我就可以 sustain 会抽才1、2%吧 可能嘛 所以我就讲 可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I cannot say 100%啦 是不是 又看她啦 那个fond management 厉不厉害咯 OK 第二个就是 我减我现在有的benefit 可能我的life 现在是70 还是150的话 我就跟她拉低 可能拉低到一个10千 可能拉低到一个20千 可是她不给你拉 那个life的那个 insu run 不是 你可以上 可是不能下路 听那个agent 是这样子讲啦 其他的agent 但是可能我等一下打电话去那个保险公司 她跟我讲可以呢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是一个好的选择啦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储蓄型保单的那个情况 我跟你讲 我在也是很多年前的 应该是 2018 9月28 6年前 6年前我就有买一个 每个月300块的储蓄型保单 就是会有投资性质的 每个月给300嘛 所以呢 3,600每一年 所以我现在给了21,600 然后她的这个目前的这个performance 我们她的cash value 是8000多罢了 所以我很好奇那个剩下的钱就跑去哪里 看她有像分成两个account account 1 跟account 2 那个钱加起来才多少 1万多罢了 所以代表是不是我的钱就亏了9000块 毕竟你买的时候大家都有跟你讲投资有风险嘛 看你想要把那个投资的钱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去投资 你比较相信你的能力呢 还是你相信那个保险公司的fund management 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就是不会咯 就听人家随便讲 所以我就买了 所以我现在我的钱 而且不要忘记哦 不要忘记哦 你里面的那个钱啊 你还是要给一个叫做fund management fee 然后给你抽一个 你的书那边有写的一个一点几%这样子的 像我在投资那个insuron公司 她还派dividend 30% 更加好 啊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对啊 但也是要看啊 看你 如果你是好像我们这样子 就长期有看些投资啊 我们会自己投资啊 这样子的话 可能我们自己拿那个钱投资会比较有用一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小白 然后你又不想要去理自己的东西 你想要把这个交给一个fund management的话 这样可能你就可以选择insuron公司 所以大家 如果你已经有投资这种投资型的储税型保单的话 那可以定期的来看一下 对啊 那个里面的那个钱的状况 然后可以问一下你的那个 agent 怎么会这样子啊 你现在这样子讲哦 等一下下面就会有人来跟我讲 哎呀你这储蓄水平宝团咯 是需要等到你成年代的时候才会看到那个钱的 但是如果到成年代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那个钱怎么办呢 毕竟我要看 我们的确认还有十多年 对啊 所以他就是要等很久啊 这样子我把那个钱我去放 fixed deposit 放一年的话 也是有一个2.8%最少 不香吗 放那个美元 而且随时可以拿出来 而且随时可以拿出来 美元有5% 你看美元有5% 这样子不香吗 OK啦 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要不要加钱的那个状况 如果你目前有遇到那个加钱的状况 加多少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 或者是你是这个保险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朋友 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 你的对这个医药卡目前加钱的状况 应不应该加的一些意见 也可以分享让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只是 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保单 来去跟大家做这个分享而已 就是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个insurance agent 我们不种那个insurance company 内部的那些东西 我们也是不是很懂 对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 所以我们只能从消费者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纯粹是消费者 OK 纯粹是消费者 还有希望不要浪费我的大学4年的那个学科 I hope my 老师 is so proud of me 好啦 就这样子啦 OK 谢谢大家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 拜拜